新闻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经过一个晚上 全国六个州属大水灾的灾力人数 就增加了大约一万人 截至中午十二点 撤离人数突破四万 吉兰丹和登加楼多个疏散中心超出容量 其中一个收容人数更是超出了三倍 和国为允许的幸福 和允许的灾力 而属于属于团队 变成最大的项目 长期的温暖洪水灾的 1994年到2025年 目前有40,450人 住在363个救灾中心 吉兰丹是最严重的灾区 有超过八成的疏散人口都在这里 超过9000户家庭紧急撤离家园 至于登加楼也有超过6000灾民 吉兰灾民452人 玻璃市195人 柔佛和霹雳则在双位数 政府强调 有超过8000个救灾中心备用 可以容纳全国210万灾民 超过8万名公务员 也随时待命救灾 尽管如此需要关注的是 这些救灾中心必须落在有需要的地点 才能舒缓救灾中心的人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